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來到潛水大師講一下錶的時間 都有一段時間 為大家介紹手錶 今天想講講鏡頭前面 這一個東西 這一個是什麼東西 一看就知道是錶盒 未看錶真新之前 都提醒大家 如果未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 訂閱頻道 按鈴鐺 有新片的時候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大家 好了 我們事不宜遲 看看真新 去片 都有一段時間 沒有介紹手錶了 今天就選一隻 我自己都帶了一段時間 市場上都比較 不是那麼普遍 不是那麼多人帶的 而且都是限量版 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看看這個錶盒 挺有趣的 是一個圓筒型的 紡皮 錶盒 是一個什麼品牌 可能大家看看 熟口熟面 因為我已經曝光了 這隻 是一個品牌 先看看 叫Niminus Niminus 是一隻新加坡的 微品牌 是一隻 其實是銅錶 其實我都帶過 兩個上部的光 相信大家 有留意我的動態 也不會覺得陌生 但我發現原來這隻錶 我沒介紹過 而且這隻錶 都值得去跟大家說說 所以今天 就跟大家跟大家介紹 很簡單 這個新加坡的微品牌 跟著一個很特別的錶盒 還有 拿著帶出來給大家看看 其實這隻錶 我自己帶開 我換了一條錶帶 是不是很帥氣呢? 其實原裝 是跟著一條這樣的錶帶 先給大家看看 因為老實說 我就不喜歡 所以我拆了出來 原裝是這樣搭配的 所以拆了出來 我也要給大家看看 皮底 有寫的 Niminus Original 原裝皮帶 尼龍面 黑色尼龍面 車紅邊 皮底 不是說差的 不過我不喜歡用 自己配上一條啡帶 我相信 大家都覺得這樣 是不是比較好看 所以就是這樣 先介紹一下錶 先不介紹這條帶 先擦乾淨 其實這隻錶 為什麼值得跟大家說一說 其實它是限量版 限量三百隻 限量三百隻 挺特別的 第一件是銅錶 銅錶 新加坡品牌 叫Niminus銅錶 和它 坊間看到的錶 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第一眼看下去 比較特別的就是 那個 那個 潛水圈 它是採用了 幾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 十二角形 十二角形的潛水錶 的 標圈 是比較特別的 比較少有的 而它十二角形 裡面這個標圈 是陶瓷的 是陶瓷的 是陶瓷標圈 我第一眼就被這個 吸引了 十二角形的 單向一百二十幾的潛水錶圈 而第二樣東西 吸引我之後 就是它的瞄針 是很差的 好像是電影水行俠 那件武器 那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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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便覺得 哇 這兩樣東西已經很吸引了 再第三樣東西 就是 錶盤 看到那個 龜列文 近一點給大家看看 又是一個非常吸引的 吸引之處 這三樣東西 就吸引了我去買錶了 好 這個是比較特色一點 那 除此之外 我當然要講講 整日錶整體的 規格 是什麼 這日錶 最先講過 它是青銅 CUSN8 它寫得很清楚 所以 CUSN8 我帶了一段時間 氧化了 也很漂亮 氧化了 已經是啡啡的 有些氧化的感覺 非常之不錯 它的尺寸 44mm 男士帶的尺寸 非常之 剛剛好 但是 可能有些朋友會覺得 44mm 當然尺寸 我覺得很棒 但是 厚度真的挺厚的 有18.4mm 是一隻厚錶 可能有些朋友 未必會帶得慣 那麼厚 也不出奇 但是我自己 有OK 44倍 18.4mm 是厚的 真的是一隻厚錶 而它的錶帶 它是22mm 所以很容易配 我自己隨手 配一條22mm的皮帶 已經是非常之搭配的 而這個錶帶 大家可以留意到 這裡是真正的 收螺絲 不是說有些錶 有螺絲是假的 這裡在搭錶針 我不是說那些不好 老實說 那些更好換 這一隻是真的收螺絲 換起來要兩邊一字批 慢慢扭 其實會更難扭 不過去設計是這樣 所以要提醒大家 這是真正的一字批收螺絲 兩邊扭緊的 是有這樣的特別之處 而外觀上說了 旁邊的霸底 有銅的霸底 也有秒針叉的設計 有幾個叉 其實是不是這個品牌的Logo 我也不知道 因為這個品牌Logo 就這樣寫了Niminus的字 在中間 那它的Logo 好像沒有Logo 不是 真的有 沒錯 真的這個Logo 是這樣的 對 這裡也有黑著 是幾個叉的Logo 它就沒有在錶盤上 在錶盤上 在錶盤上 還有這個位置都有 它那個Niminus的Logo 在這裡 也有一個放棄鍵 這裡有一個放棄鍵 為什麼有放棄鍵這麼厲害 當然 這個錶 防水一千米 真的挺厲害 一千米防水 不是開玩笑 先擦一下 一千米防水 有放棄鍵 然後看看錶底 錶底也是非常漂亮 那 這個錶底 你看到它是銅色 不是真的銅 因為一看就知道 一來看下去 這個錶底沒有氧化 旁邊已經氧化了 它沒有氧化 它是銅的顏色 這件是對的 它不應該做銅底 如果做銅底 因為它知道會氧化 如果 戴上皮膚的話 會戴到手會黑 如果在錶底是真正銅 所以一般來說 底部都不會做銅 都是做銅的顏色 其實是不鏽鋼上的銅的顏色 但是 我們再欣賞一下底 其實是挺漂亮的 看到這個潛水的銅人 寫著 MASTER DIVER 1000米 亦都有寫說限量版300 300的限量版 我這隻是159號 所以其實這隻很罕有 我看見坊間都不是很多師兄有 而限量300隻 我相信都賣光都沒有 我知道現在有些地方可以賣的 說了這麼久 都是說它的外觀 外觀真的很吸引 有1000米 但是 到一樣 就是機芯 機芯 它就不是非常特別 在這裡寫清楚 H35A 它在用H35A 我自己覺得 可以接受 因為其實 這個機芯 不是不好 OK的 但是不是很高級 或者很貴的機芯 它是一個 只是一個 精工的H35A 非常穩定 非常耐用的機芯 如果我個人覺得 這隻錶 這樣的設計 如果配一個 再高級一點的機芯 那就非常好 但是可能 成本問題 你搭上了這個機芯 如果不是那麼介意機芯的朋友 我覺得這隻錶 整體來說 是一隻非常漂亮的 再拼上手給大家看看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錶裡面的錶盤 我剛才說 錶盤 有一個龜裂紋 是一個很漂亮的紋 而它的圈子 我看到有一個紅圈 裡面那裡 有一個紅圈 即是帶出錶盤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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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針 和分針 和那些 黑度 它也都是 裡面創了一些 銅 可能是銅 或者是銅 銅 顏色的物料 而上面是有一些 夜光 在這裡 有一些 夜光 一會兒可以在色燈 試一試夜光 給大家看看 再欣賞一下 錶新 這邊是CUSN8 銅的物料 用CNC Machine Cutting 設計 這個位置 也有回到Niminus 品牌的Logo 對了 好 雖然這條錶帶 我自己配的 配上去 這個藍色也配得很漂亮 原裝這個扣 也是銅的 也寫回到Niminus 這個品牌的字樣 銅錶配上銅扣 非常之好 它的銅扣 原來後面也寫著 Master Diver 1,000 所以這個扣也很漂亮 22mm扣 不,22mm耳 那就是20mm扣 22收20 所以如果大家 如果這支錶 要配帶的時候 都是跟回 這個 22配20 這樣 原裝帶 大家再看看一次 我就一般 所以我 放在一邊 不用 對了 好 整體來說 這支錶 就介紹到差不多 先試一下椰光 給大家看看 不知道夠不夠黑 因為現在都是入口的關係 好 對了 這樣的情況 除了黑度 時分針 秒針 陶瓷圈 都有夜光 都不錯 現在都不太黑 窗外還有太陽 滲了進來 都有這樣的效果 不錯不錯 好 這支是藍夜光 來的 先開燈 對了 好 再戴上手 搭一搭給大家看看 嘩 是不是很棒呢 對了 這支藍夜光 是BGW9 叫做BGW9 藍夜光 對了 最後還要說 玻璃 沒錯 這支錶的玻璃表面 是這個叫做 雙縛藍寶石 水晶玻璃表面 看著側面就是這樣 通常藍寶石 的玻璃表面 都是這樣的 通常正面 看上去拍照 或者反光 就相對比較難拍照 拍得漂亮的玻璃 所以這支玻璃的玻璃表面 是比平面漂亮的 所以這支玻璃也很棒 整體來說 介紹了這麼久 這支錶 除了機芯之外 其他各方面都非常之滿意 我自己覺得 沒有辦法 可能去組合問題 成本問題 採用了NH35A 如果不介意這個NH35A 機芯的朋友 我覺得這支錶 都非常值得考慮 但是考慮就考慮 有興趣 就真的你自己去找找 因為市面上不多 以我所知 現在 預畫都還可以賣 其他地方都好像不太說 我不是賣廣告 只是告訴大家 有興趣的朋友 你自己研究一下 因為我就沒得賣 這支也是我自己珍藏 純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這麼多 好 今天介紹這支Niminus的Master Diver 1000米同標 大致上就是這麼多 好 多謝大家收看